哈喽 抱走吧大明星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林依 在这你是什么机缘下接到了 《玫瑰的故事》这个气氛呀 一开始是剧方找到我 但其实一开始 我这个角色跟到时候大家看剧的 这个设定会有点不一样 但后来他们赶上这场机长的这样形象 我觉得我也非常感兴趣 而且他们跟我说 会跟我之前的角色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那这个剧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剧最吸引我的地方 这就不必多说了吧 我是以一个抱着来追星的心态 来到这个剧组当中的 在拍摄的时候 第一次穿上那个机长制服吗 其实有没有收获来自周围人的那种 哇声一片 有没有夸你啊 倒也没有哇声一片 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在片场 有一天我刚出工 然后就是穿着这个制服曲线场嘛 然后导演看到我说 哎 看着很像那个漫画里的那个感觉 这么高频啊 因为我可是很喜欢看漫画 就是你在交战的时候 你们不是要上飞机啊 或者要走战吗 就那种就是情况下 是你比较胆大 还是有一飞更胆大呢 我觉得我们都挺坦然的 对于我来说 就是起飞那个 这个过程是让我有点 有点这个紧张的 因为拍摄之前 我有去体验去学习一下 带我的那个教练 他也很 我不知道说 应该说他自信还是他 他太相信我 我还是他自己太自信 就是因为我们 他两个驾驶驾驶位 都会有一个那个 操作这个方向的这个手柄 一开始是他他把的 然后他突然就怂手说你来吧 他说让我握上 我说我握好了 他说你来吧 然后他怂手了 我说啊 在空中吗 对在空中 那我们带入这个心理状态 来读一下这个台词 可以吗 中国空中第一救援飞行队 G35宗 为您保驾护航 无上荣光 那因为剧中 那个何希和黄一梅的 年龄差特别大吗 那你觉得姐姐 大吗不大不大 还好啊还好 我们不上学本人哈 我对角色就觉得还好 你这个解体恋中 姐姐和弟弟的魅力 分别来自于哪里了 其实对于何希来说 黄一梅 她很特别 她第一次见到黄一梅 她是带着自己孩子来的 她对她这个人的生活和身份 都会有一个 比较好奇的一个状态 然后对于 她们第一次见面的交谈 她也会让自己 自己会觉得这个人更特别 那你觉得何希的魅力在哪 她怎么就信到黄一梅 她这个比较年轻的想法 就年轻的想法 没有那种帅气的外表 没有那种勇敢的 那种操作飞机的勇气 那这个就是 这个解释权 交给黄一梅老师吧 那距离只看到了 何希发的那个 一条碰箱 是带于黄一梅的 那你畅想一下哈 如果她后来跟黄一梅在一起了之后 她会发起来的朋友 就是她会发起来的朋友 就是一天一条黄一梅 加这个的预备 视频拍她吃饭 拍她那个逛街 拍她干嘛干嘛 嗯 然后拍她一起去店链看花木兰 拍她玫瑰花 然后带她去拍飞机 那时候都可以拍上去 就纯纯的秀恩爱是吧 那感到对于她来说 可能不算秀恩爱啊 结束上来 那因为剧里面那个结局嘛 总感觉没有结束 你不是分别 定格在分别的时候嘛 那你也谢谢一下这件事情 是你最新回来了 然后你又遇到了黄一梅 或者是你要去找她了 这个故事是展开的 我自己想象 我自己想象都是 我落地去她来机场接我 可以吧 她平常接你 你在微信上说好了是吧 不是啊 就是因为我们 最后是从机场分开 她送我 那如果让我想象的话 我觉得她来接我是一个 很好的再次相遇 她平常接你 你跟她抱持一点 一直练一年 然后回来她的之间 一练一年 也不错 也不错 你也不管其他的 就是他旁边出现的男的啊 是吗 我觉得黄一梅是一个 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 我觉得她会做出自己 想要的判断 合作之前你对刘亦菲老师的 印象还在哪里呢 很多啊就是 他的荧幕形象 印象深的有很多 最近的《孟华路》 还有那个《尤峰》 要是早一点的 《天龙八部》 《神雕侠侣》 这都看过了 大家都看过了 那你对他之前的印象最漂亮 之前的印象就是 就是很漂亮 我觉得我见到本人之后 最大的感受是他 有一种跟黄亦梅 这个角色很相像 感觉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你有就是坐在 那个《尤峰》之前的探讨开始 那当然了就是都会看 就是一样漂亮 这个组里的所有老师 都是我第一次见 都是我一直以来 都很喜欢的演员前辈老师 但我这次比较遗憾的是 我没见到华阁霍天华老师 我就很喜欢他 以前看过他很多的戏 我特别喜欢那个 就是 霍老师跟霍老师拍过一个杂志 那个《冬日连歌》 原来是我平保 真的吗 对 你在年轻的时候 用他来办个平保 呃 你现在打 别打 你别打 给我八口了 你现在打 我的意思是更早的 上学的时候是吗 对对对 《玫瑰的故事》要拍一个团综号 你想是录一个什么样的综艺啊 《园艺类综艺》 这种花儿木玫瑰故事吗 玫瑰的故事 维护这个黄玫瑰这样 你让有一些老师干这么重的货 哎不是我说怎么干 我没说到他干 再给他安排一个角色 你在那种花 你在那保养的时候他要干嘛 打分 哈哈哈 我记得我在系列还送过他一种 钢铁玫瑰 对非常钢铁实弹送他礼物 送他一个钢铁玫瑰 在这里我可能还挺喜欢那个角色的 真的吗 我还没有看过 我看过了 哎那你看过了 什么想问我的 那场戏是 那场戏有吻戏吗那场戏 呀 没有是吧 没有啊 谢谢 自己拍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没拍你问我 有没有吻戏 我就问你不看我没看我 哦有吻戏 但是他听在那个 有是吗 啊有啊 我就我就我就 我没看我问了 我们 当时 第一个版本不是这样的 不是 当时 是我们拍的 后来拍了 两三个处理方式 看哪个最合适 因为 我导演 还有刘亦菲老师 我们都在 现场去商量 这个戏 因为是他们最后一场戏嘛 而以他们当下的关系 也要怎么去 处理这个结尾 比较合适 因为那场戏 是我跟刘老师 第一场戏 然后就要拍 最后一场分别的戏 就是对我来说 特别难 那你们倒是商量了 这种啊 应该是有拍两三个处理方式 我当时人家傻的 而且我就是看着刘亦菲老师演戏 对 就很紧张 你没见过 你就无法形容 你见过 你知道 你就是脑子没有别的事情 就 刘亦菲 我去拍摄箱看剧本 我抬死 抬死 你一开头就看着 我脑子 我在拍戏 我在拍戏 就是告诉自己 集中注意力 一个是猜以下BGM的原声出处 我给你放一下 这是某位艺人老师吗 哦 这是你这部系列合作的艺人老师 刘老师 哦 你可能这背景音乐开太大了 我刚才都没听见他说啥 其实 嗯 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 我知道 这是刘亚菲老师 对 屁极太来 二极 我论大 肯定是我有好事要骂声了 怎么 BGM这么大声 有没有像那个 上一个刘老师那种 没什么BGM声音的 再来一遍 我认识的 都会认识什么 屁极太来 二极 我论大 肯定是我有好事要骂声了 哦 这是余老师吧 对 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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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沈老师 他是他的那Vlog是不是 小门老师 星顺 星顺是一个爱上的一个人 哦 如果你爱上的一个人呢 他就会改变你的一切 听向你的一切 诶 说了吗 哈哈 你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吗 啊 这个就是 你让我猜那个人啊 这 还不猜 这胡歌老师吧 对啊 哦 我以为 这个是BGM 我以为 哦 第二个是 高情商男友测试题 和黄一梅在一起之后 最重要的是哪一天 每一天 查个答案是不是 有答案啊 我跟他在一块 就是拍了照片 打发布人参考 有一个步骤 你看那个步骤是这件 一个是 打开手机 以你的审美显得一张照片 然后自己想一个滤镜 然后给他披一下图 给自己也披一下图 然后最后发布 这是对的吗 对的吗 对这个步骤对吧 我不会P图 应该就是 给这个女生 然后她自己P一下 哦 那你不是这个发布的吗 不是发了得开心吗 李老师也不P 我不是说她小P主的意思吗 那如果 角色好 不要笑是本人 角色 这个角色 他晚上饿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 A 问他为什么又饿了 B 准确的爆出他的体重 显示 B对他的了解和关心 B是给他点外卖 B是带他上个吃野生 你会想哪个 那他想到我吃野生 其实你会想哪个 他也不会 那你会做呢 那你要吃啥 那我就问我他先 请问他的意思 然后他想去 再带他吃 嗯 真的 是吗 我都不知道咋答了 没有调整答案 你这个就挺对的 最后一号是 以下哪种情况表明 他在吵架的时候没有生气 第一个是说晚安 第二个是 他说我没有生气啊 第三个是 他什么也不说 然后躺在床上玩手机 第四个是 以上都不对 以上都不对 哇 你这些好高兰 这个 这些太简单了 真的 这种 这种题都难不倒你是吗 刷断子都能刷到这种 好好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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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